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 年底又会降13%之类等等 吸引眼球的那个新闻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解剖一下 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下跌到20%了 然后今天呢导播麻烦放一下一个图 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呢 也可以上去www.fortune.com 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各州 它的跌幅的那个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看到我们加州的话呢 是跌的目前跌的是6%左右 然后呢对对对 然后LA county呢就6%左右 然后不同的county呢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左边上面的黄色 那个是Viversite San Bernardino county的话呢 就跌了百分就跌了2.39% 是非常轻微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Las Vegas呢 就跌到2.29左右 嗯那是不是我们加州的话可能就跌幅比较轻微的 也不是非常的多 那好像之前那样房价一下子就升了10万20万 那现在呢降个2万到5万 那也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那个三藩市的话呢 是跌到7.8% 那我们看到加州的这主要的几个城市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Reno Nevada就降了4.53% 那我们再看到右手边这边呢 再看其他的那个州 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 德州 看到Richmond的话呢 就Richmond那个西雅图降到1.97%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所以呢 所以呢还有我们看到的那个 嗯 另外的一个州 那个 是哪里 Sawana的话呢 就降到3.8% 哦我们再往南 往南看的话呢 就Florida的话呢 就降了2.49% 所以呢也是非常的轻微 因为还没有到20%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就大降啊 降了20%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 之前呢是非常火热的那个房市 就因为那个房产利率啊 股市啊各方面的话 就开始迅速冷窃 因为呢那个利率的话 一下子就飙升的很厉害 然后屋主也开始很紧张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realtor.com的话呢 8月平均每5名屋主的话 就有一人降价 那一年前的话呢 仅有11%的屋主会降低的 那个房价 那还有我们看到 截至8月28号的话 4周期间 那房屋平均的售价呢 在17个月以来 首次低于的开价 那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利率 比之前是高了很多 然后现在的售屋的速度呢 也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然后当时 为什么房价会升的这么厉害 当时呢是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 然后呢就实行一个零利率 所以呢房市的需求也很强 房市的需求就超越了那个有限的供应 那价格战呢自然就成为常态了 那当时情况就是屋主呢 往往可能在周末做一个open house 然后呢就马上可以签了合同了 就进行交易了 那这两年来呢 带屋留在市场上面的话呢 平均的时间呢也会比之前要长 然后即便决定售屋的屋主人数降低 那带售屋的话呢还是快设的攀升 那年增长呢就27%左右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房地产经济协会 那7月的带售量呢就减少了20% 其中包括以前的那个合约 那乘屋的数据呢是可以看到最近的数据 然后对于许多买家来说 在售屋选择增加 那就降低了买家的迫切感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是转变的非常快 然后马上呢就有那个卖方市场 现在就变成一个买方市场 然后8月的房市的竞争情况呢 也持续的降温 然后开价的趋势 显示屋主呢已经开始就非常的紧张 然后呢就勒紧荷包了 然后呢房屋平均开价呢 从7月44万9千也降到8月份的43万5 然后房贷利率呢自1月份开始调涨 那6月份的时候呢是达到高峰 一下子就飙上去 然后呢所以6月份的时候房市是最冷的 到7 8月的时候呢那个利率又下又稍多下降 然后7 8月的话呢又回暖了 不过现在房贷利率呢会再度飘升 接近6月的时候的高点 那8月底的话呢现在房屋的那个提供次数 比一年前同期呢就减少了16% 那今年初的话呢看房的活动 就逐渐减少了9% 那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呢就增长了11% 那现在呢是不同的价格区间就有不同的情况 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好像非常受富人欢迎的话呢水晶湾 由于居住环境好 然后400到1000万的房子 因为库存不足 比如好的房子还是一放出来就已经进入ASCO 还是卖的非常的快 那200万左右的话呢就有下调 可能就有10到20万的下调 那100万以下呢很多刚需的房子竞争还是有的 就好像上个周末我带客人去看一个刚需房 然后呢还一早上那里那门口已经占了好几组人了 那即使现在的利率并不低了 那刚需房需要买的别人还是需要买的就好像 但是现在open house的人数的话呢比之前也相差很多 之前一个open house有20到40组人左右 那现在可能就5组到10组左右 但是呢好像我刚刚独家代理一个上市的房子 那因为它的地大然后呢又是刚需的价格 然后全新的装修 然后我们出来呢也不到10天就已经open ASCO了 所以呢好房子还是抢着买 所以任何时候都都差不多 然后所以现在很多人都问我该不该买房 我觉得就因人而异了 如果你是需要住的 然后现在租金上涨的话 那还是需要买房 如果你说是纯属于投资的话 那你还可以等一等 那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投资项目的话 投资回报率高 那也是可以选择的 嗯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如果你现在卖的刚需房的话 那你考虑8到10年的话 你房子上面肯定有非常多的净值 然后呢就实行一个杠杆的原理 那么你就可以由一套房子 可以产生3到10套房子都可以 所以呢 对对 然后跟过去呢 几年房市高度紧缩的那个时期相比啊 那现在我们劳动节过后 那个房市就会更加激烈 放缓 然后预计呢 房屋会在房市留寿的时间更久 那屋主可能会稍微调大降幅 然后在目前呢 供求一言不足的情况下 那房价呢 不会大跌 然后加州房地产市场 难以预测的程度也是非常 也是全美排在第二的 那加州的房主 平均每年价格增加7.1% 即便是大起大落啊 那在加州来说呢 就房价一言是全美排名第二的一个州 是这样的 而且呢 其实我最近也在这个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动向 看房子确实有跌幅啊 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确实有一些房价你觉得降到了你心中一个 比较满意的一个比例上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啊 如果您是观望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 然后评论区非常热闹 大家说 总是说发福利也不发钱啊 这个也是我刚才跟司徒我们俩说的 说什么时候发钱呢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通货膨胀法案已经通过了 那在中期之前呢 确实是我们看到民主党政府 也是想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啊 也是今天司徒要带给我们的话题 这个拜登总统呢 决定啊 给每一家发14000块钱 然后这里边呢 可能还有一些钱 比如说您家要换空调啊 换洗机啊 换电磁炉啊 这个煤气灶啊 包括窗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年缝的那个东西啊 叫什么 反正就是密封条吧 这个就是拜登总统也是决定要给大家买单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呢 麻烦司徒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三次节目呢 我们就刚刚说完 发钱买房 政府不贴买房 那现在呢 是政府发钱升级房屋 然后呢 发钱建ADU等等 那生活在加州可以说呢 居民是福利连连 然后我今天又看到一个新闻说 加州计划在三周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向2300万符合条件的家居居民发放退税款 那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是吧 那大家都会有钱收了 那拜登政府最近出台一个叫做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那通过呢 就帮助那美国人减少那个碳来应对那个气候变化 那对人民呢 就提供高达1.4万美元的退税和税收减免升级房屋 这一个举措呢 就关键因素是为人们提供高达1.4万美元的退税和税收抵免 用于升级房屋 那包括呢 是哪一些就是安装热泵 还有到购买炉灶啊 烘干机啊等电器 然后我们看到非盈利组织机构的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然后呢 那个说约40%的碳来自于建筑 因此呢 这类次激励的措施呢 可能有助于美国实现降低那个颜料排放的目标 那我可以怎么得到这些折扣呢 那法例计划呢 是该计划为各州提供了40多个亿美元 然后帮助居民使他们整个房屋更加的节能 该计划呢 根据生殖后的住宅节能提供折扣 比如如果屋主呢做出改变 那就会能源减少35% 就可以获得最高4000美元的退税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退税额度呢 将增加一倍 最高可获得8000美元的退税 那以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进行其他升级的折扣上限 那个法案的话呢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法例 那使他们家庭的用电比如通过安装热泵 或者电动杆以及每个家庭的那个上限呢就为1.4万美元 然后呢那个包括升级是哪一些呢 那是从太阳能电磁板到新窗户啊 包括你家呢就变得那个节能啊 高效家用电返利法案计划呢 就为特定家电的购买 还有其他升级呢就提供折扣 那最吸引人的回扣之一呢是 为那个热泵提供高达8000美元的补贴 那尽管它叫热泵 但是呢它是提供了空调也可以提供的供暖 那说到能源消耗的话 这些设备通常呢是炉子更更好的那个替代品 因为他们是依靠电力的 而不是天然气或者石油为家庭取暖 那根据美国能源布称呢 而这种加热器可以减少约50%的用电量 那一台热泵的价格从4000美元到7000美元不等 那价格也不飞 对许多消费者来说 这两项反例计划的话呢 可能有助于抵消这些设备部分的全部成本 那一台热泵的补贴是1750美元 一台用于空间工暖或者自冷的热泵补贴是8000美元 购买电炉啊炉灶啊烤箱还有电热泵啊 干衣机补贴呢就840美元 还有升级电力负荷服务中心补贴的话就4000美元 节缘空气密封通风补贴就1600美元 电线补贴2500美元 那个计划补贴金额上限就为1.4万美元 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100%的电气化项目补贴 补贴金额上限呢也是为1.4万美元 而中等收入消费者可以达到50%的补贴 那上限也是1.4万美元 那可以获得哪些类型的税收抵免呢 那税收抵免以退税不同的原因 消费者在申请税金的时候就直接得到了减免 另一方面折扣通常在人们购买商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然后高效用店的房利计划在销售点提供 比如消费者呢通过家用商品的店购买热泵的时候 就扩大了一项房屋所有效率税收抵免 称为节能房屋改进信贷 这涵盖了高达30%的能源升级成本 每年的上限呢就为1200美元 这种税收抵免以前只适用于房主 但它是终身抵免的 这意味着只要你能够申请一次 但是IRA每年都有奖励 这意味着房主可能在第一年升级窗户 第二年购买热泵也是可以的 然后怎么样才可以报名参加这个项目呢 你现在暂时还不能报名参加 因为这个项目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实施 那住房法利项目呢将出各州实施 各州现在正在努力实施这个计划 同样销售反点的话 还没有对消费者开放 但商店呢今年晚上的时候 应该有详细的信息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准备 那是很多居民都非常关注的 那房主呢现在可以采取两个措施 来做好准备 首先呢根据Homoviser 就为你的家提供一个审计 通常是花费400美元左右 它可以提供如何 使你的家的那个更有效率的指引指导 然后第二呢在获得退税和税收抵免之后 开始呢就有以那个承办商谈判 让他们排队参加项目 了解设备的类型 以及自己家里可能需要的设备 那就一旦有了这些设备 就知道要怎么来开始那个行动了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啊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们特别是在加州有很多房子比较老旧啊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什么免费换屋顶啊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电费和天然气的 大家可以如果您是中低收入的家庭 都可以相对有一些减免啊 大家可以多留意我们往期的节目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看到美联储这两天也是在为这个加息做了很大的准备 而确实鲍威尔也是很为难 看到这个通货膨胀这个指数啊 确实让人很头疼 那大家预估呢是这个抵押贷款的利率 几乎现在是要翻倍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司徒您是比较有经验的 特别在房产上 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贷款利率在不断飙升的情况下 那房价肯定是要下调的 那现在刚才您也说就市场幅度 其实降的比例没有那么大 那在这一次美联储在出手加息之后 您认为这个空间还有没有可能再浮得下调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美国房贷的平均利率呢 现在已经就是涨到6%以上了 那30年期的房贷利率呢达到6.01% 那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 是一年前的一倍 那联准会呢就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而采取了大大量的那个升息措施 大家都知道6月份的时候 那个通货膨胀呢就达到9.1% 然后现在呢就当6月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的时候 美联储赶快加息 现在呢已经稍下调了8.3%左右 那所以今年3月份以来呢就将利率提高多个基点 结果导致各项的价贷成本就提高了 那房贷利息呢也随之升高 对利息敏感的那个房屋的会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今年初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联准会 那个紧缩政策预期导致国债收益升高 那10年期的国债收益呢为房贷利率的基准 那截至9月9号我们可以看到30年的固定房贷的 平均购物合约升高了7个基点 那增至6.01%为金融海啸和那个大衰退结束以来的第一次 然后房贷利率升高导致买房和房贷重新融资的活动减少 就是refinance的活动减少 那房贷银行及协会表示 今年现在房贷申请的数量呢比一周之前下降了1.2% 那比一年前大跌了64% 房贷重新融资的话比目前比一周之前卸跌了4.2% 比一年前呢就大减了83.3% 那过了Labor Day之后呢 那个13日公布的那个通货膨胀率升过超过了预期 加剧了人们对联准会继续升息的期待 那认为联准会在下周呢召开的政策会议上呢 他们会继续升息75个基点 为今年第三次升息75个基点 那投资人认为联准会的加息动作将会比自过去人们认为会更快更大 就好像两周之前我们班客人就说了一个利息是5点多的 然后现在的话那个利息的话已经去到6.25到6.5左右 如果是信用分不是很好或者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利息还可能会到7 所以呢是差别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看到全国房地产业都受到利率升高的冲击 然后今年7月的话呢 新屋销售已降至6年以来的新低 那房屋转售和那个single family的房屋的开工建设就降至了两年来的新低 但是在可负担住房目前严重点缺的那个短缺的情况下 由于房屋价格呢维持在高位水平 意味着房屋市场不可能出现崩塌 那通货膨胀再次飙升到8.3% 那远超于那个预期 意味着9月底再次加息的话是铁板钉钉的了 那观望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房租也会上涨 那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缓解通货膨胀 抵押代肯会更加昂贵 所以呢在9月底之前买到房子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为什么这样说 很多买家他要等房子要下跌很多才出手 那他们不知道的房子下跌 意味着利率非常的高 在之前的话 美国的房贷利率是15%的 但人们不知道 那如果即使房子那个跌到很利害的话 那意味着那个贷款也会非常的严格 可能不查收入简直是贷不了款的 就好像以前不查收入是没有的 而且是贷不了 而且呢就是你如果要利息升得很高的话 那你每个月可以可以cover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就好像之前的一个呃 带70多万左右 就边可以1万 每个月1万就可以供得到 但是现在的话呢 带个五六十万的话呢 也需要1万5左右才可以就供到这个房子 所以意味着可能你能够带到的钱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能够买到的房子也会就是呃 不会是你想象的就呃 可以我可以带70多万啊或者60多万 本来可能那个利息是五左右的话 我可以买70 呃可以买100多万的房子 但是现在如果利率要高到7%啊左右的话 那可能你只能够买那个 就是八九十万左右的房子 那我们贷款团队呢 现在也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投资房的program 是用于外国人的那个投资房 那本国人投资房首付百分之三十 就加48个月的预存款 利息大概是百分之六五年固定 不需要看信用分不需要有收入 呃百分之八百分之百可以赠予 那之前投资房的话呢 是不不可以接受赠予 必须是有从自己的账上来出的 所以自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贷款项目 嗯是的呃听您讲这么多 我们对美国的这个房子还是比较有信心 但是对贷款市场确实没有信心 呃所以呃我想问您一下 我们这边有没有大概退税的这个政策啊 比如说我们一些买房避税的利器 呃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 然后请您简短解说 跟我们说一下这些避税的小利器 啊好啊好啊 呃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就 我我有那个房子 可能房子已经增值了很多了 嗯但是我现在可能我投 之前投资的房子的位置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那现在我可能需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换其他位置或者更大的房子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1031 exchange 这个来作为避税的利器 那我们很多客人的在做1031交换的时候呢 啊很多人都可能卖了洛杉矶的房子 再买纽约的买了卖了佛州或者德州的房子 再买买加州的或者卖了佛州的 再买夸州的都可以 但是呢做1031的优点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一下1031的优点是可以增加现金流 那比如卖了一个空地来买一个出租房 第二呢就财富增值 把涨的不太好的房子卖了 再来买一个涨了好的房子 第三还有转换房产 买了投资房可能将来的目的要买自住房 但是当然不能马上转了 就是建议两年之后再转 然后或者第四解决一个那个ownership的一个麻烦 把共同拥有人的房产货分开来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跟朋友合资买房子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分开 然后呢买几个房子 第五呢可以减少管理的麻烦 我知道有很多客人可能之前呢 就买了十套八套的住宅来做一个投资 那可能他现在把十套八套的房子 作为一个商业的building 那是比较方便管理的 然后第六呢可以重新开始折旧 那对于已经折旧超过27.5%年的房子 就不能够再折旧了 那可能他们就会再换一个价格更高的房子 然后第七呢可能是财富传承的考虑 把一个价格高的房产变成一个价值少的房产 留给家族的人 然后第八呢可能就需要搬搬家搬到其他的州 就把房产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 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 如果还有时间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那个1031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可以做 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1031这个密集要放到下一期再说 对 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 今天非常感谢司徒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也帮大家预测了一下 就是近几个月啊 美国这个房产信息啊 包括价钱啊 包括贷款价钱 然后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 如果有什么想不通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欢迎大家去找司徒啊 看看他那边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特别是到我们 不好意思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 我们就是还 我们团队还有一个独家代理的 在华人区周边的一个房子呢 在这个月底就要上市的 那如果呢有兴趣的买家 或者经纪人也可以联系我提前看房 是的 如果大家有这个买房卖房 包括贷款的需求啊 特别是到年底 我知道很多人会从中国打一些钱过来 准备明年我们要好好大展拳脚投资一下 特别是看到这个美金正在升值的情况下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规划一下 自己的这个理财的一个方向 今天非常感谢司徒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是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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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